《三国演义》 曹操为了充实自己的实力,放出话去,说他为财势据,所以有许多人冲着他的这一政策纷纷投奔而来。 曹操说到做到,对待手下有才势的勇士向来十分大方,也很信任他们,所以有了一批死中党。 在他们的帮助下,曹操才得以在众多豪杰中展示头角,但是曹操在晚年时变得越发多疑,对属下不再信任。 总觉得别人都对他的地位有企图,对他不利,所以他为了自保杀了不少人。 其中有一个人,死的是非常冤枉,但出乎意料的是,这个人虽然没有善终,但他死后,其子孙后代却是非常的兴末发达,一直昌盛了七百多年。 而一代枭雄曹操及他的后人,在历史上称霸了不过几十年,被曹操误杀的这个人叫崔岩。 年轻时的崔岩表现就不同常人,他不仅长相俊美,而且还喜欢练舞,凭着他的聪明和才干,他当上了乡里的李政。 之后为了充实自己,他开始读书,为了学习知识,他拜了当世大儒,郑璇为师。 后来黄金军开始猖獗,郑璇遣散了门声,崔岩无处可去,就到处游躬,四年后再回到家,之后一直读书为乐。 虽然崔岩没有再朝回官,但他的名声一直在外,袁绍听说了他的大名后,就聘请他去当官。 袁绍虽然拥有一定的实力,底下的军事不少,但军队管理非常差,纪律也不严,为此崔岩没少劝说他要整顿。 之后袁绍决心与曹操一决高低,崔岩衡量了这两队的实力,认为不宜与曹操正面冲突,力劝袁绍放弃。 然而袁绍对崔岩的建议不以为然,崔岩对袁绍的忠心,大家都看在眼里,也十分佩服他,两个儿子在争位的时候都想得到崔岩的支持。 然而此时崔岩却都拒绝了,为此他被关进了牢里,后来得到了殷葵、陈灵的搭救,才幸免于难。 在曹操占领冀州后,力邀崔岩去做官。 曹操见崔岩这人不虚言,又有胆量直见,所以很是看重他,不过再朝为官,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 崔岩为人虽然毫不藏私,但他却有看走眼的时候,他曾向曹操推荐了一个叫杨迅的人。 说这人虽然没有多少才华,为人却很正直清廉,但是此人的遭遇也甚不佳。 他因为给曹操上表,歌功颂德,被人所讥讽,崔岩为此给杨迅写了一封信,其中有对讥讽者的不屑也嘲笑。 为此,一些爱声势的小人举报了崔岩,说他态度太傲慢,曹操听说后大怒,令崔岩自尽了,一代名将就这么无辜往死。 不过在他死后,崔家的后代却非常有出息,成为首屈一指的士族名望,一直在朝廷上担任要职,前后共有二十三人做过彩像。 崔氏一族在历史上昌盛了七百年,而曹家不过区区几十年。